空拍畫面中 印度北方幫的整座城鎮 泡在混濁的泥水中 救難員搭著小船艇進災區 農家的牲口險遭滅定 災民站在屋頂上 或是台階上等待救援 印度今年的雨季 好雨連天泛濫成災 災民們的庄稼全部泡湯 尽管現在水逐漸退去 卻留下惡臭的垃圾跟淤泥 傳染病沉水欲動 暴雨還引發意想不到災情 北阿坎德邦的一座污水處理場 有變壓器疑似斷路而爆炸 瞬間的電流通過附近的一座橋樑 導致多達21人觸電送醫 其中有15人傷重不治 恐怕又是基礎建設老化惹的貨 當局已經下令徹查原因 這波雨淡狂洗連 鄰國巴基斯坦也深受其害 首都伊斯蘭馬巴德的郊區 有一群工人為了躲雨 在橋樑下搭帳篷 沒有想到旁邊的牆 竟然被大雨衝垮 11名工人活活被砸死 只是巴基斯坦去年才遭遇史詩級洪災 現在光是24小時之內 就降下200毫米的暴雨 讓當局繃緊神經 TV 鄭宗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